11歲男童達姆忐忑地躺在病床上 因為他即將迎來一場重大的手術 由於達姆天生聽損基因突變 導致聽力受損 於是醫療團隊將功能正常的聽損基因 注射到他的耳內 恢復聽覺 接受治療後 達姆並未出現副作用 他現在能夠聽到環境的聲音 當我今天做了這個 我做了這個 當我看到他 他能夠聽到這個 非常柔軟的聲音 醫生表示 這個案例將為世界各地 因基因突變而聽力損失的患者 帶來希望 華視新聞李星 梁壽文報導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